您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 病毒一再變重 掀起一波波流行 面對疫情 各界掀起病毒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兩派討論 各國做法有所不同 以美國加州洛杉磯為例 儘管每天確診病例數以萬計 各大主題樂園 假日人事人潮滿滿 遊客在戶外不需戴口罩 進場也不檢查疫苗證明 防疫功夫做到什麼程度全看個人 來看洛杉磯特派記者來自現場的觀察 農曆新年腳步接近 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型主題樂園 特別安排春節慶典節目 互動知名動畫角色花木蘭和不虛龍表演 小熊維尼故事中的跳跳舞也出場 歡慶無年到來 園區內過年氣氛濃厚 四處可見人潮 有如疫情前的景象 進一步觀察戶外空間 不戴口罩的人已佔多數 儘管COVID-19的疫情依舊 人口約台灣一半的大陸三基地區 每天仍然有三萬到十萬的新增確診 但是美國社會似乎已經逐漸習慣跟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 我們看到在迪士尼樂園園區內 遊客入園不僅不需要出示疫苗施打證明 在園區內的戶外空間 也不再強制要戴口罩 美國民眾歷經兩年防疫馬拉松 為了在心理疲乏和身體健康之間取得平衡 人人發展出一套與病毒共存的生活模式 沒有嚴格一致的防疫規範 靠個人努力自保 春節慶典去年因為疫情停辦 睽違兩年重新登場 現場已象徵喜氣的紅色布置 推出眾多紅色搭配金色的春節商品 園區還有一角是許願強 遊客拿著紅紙寫下新年願望 很多人許願希望疫情退賽 主題樂園的春節慶典為期一個月 現場還設置多處美食攤會 供應期間限定的炒麵炒飯 掛包 獅子頭 叉燒包等亞洲美食 要讓遊客感受到喜氣洋洋的過年好滋味 中央社記者林洪瀚 洛杉磯報導 越南首都河內有800萬人口 卻有近600萬輛摩托車及60萬輛汽車 民眾日常生活高度仰賴摩托車代步 去年11月 越南首條捷運正式營運 兩個多月來搭乘人數才終於突破百萬 有民眾認為捷運路線還不夠多 不是很方便 但也有住在捷運站附近的市民給予肯定 表示捷運安全舒適 近來都已改搭捷運上下班 越南首條捷運吉林河東縣啟用至今兩個多月搭乘人次突破百萬 有民眾認為搭乘捷運的表現差強人意 以退休的河內市民陳明珠認為雖然搭乘捷運非常方便 但目前全河內市只有一條捷運線 一旦搭乘捷運就得走一段較遠的路才能抵達目的地 民眾需要時間接受新的交通工具 根據統計 河內市總人口數約800萬 有將近600萬輛的摩托車及60萬輛汽車 儘管公車系統有約140條路線 也僅能滿足全市31%的交通需求 民眾日常生活帶不工具 高度仰賴摩托車 不過也有市民剛好住捷運站對面 近來已改搭乘捷運上下班 在捷運免費體驗活動結束後搭乘人次奏獎 一趟列車掛載四節車廂 原本可容納左百多人 但離封時段每趟列車載客數常常不到百人 不過也有民眾認為 在疫情期間 這樣的人次剛好滿足乘客保持適當距離 比起幾公車舒適很多 河內市副市長阮孟全指出 近來COVID-19疫情升溫 搭乘人次減少 但購買計票人數逐步增渣 估計在學校恢復實體課後 應該會更多人搭乘 而河內市計劃到2030年 會有十條捷運線 總長達417公里 中央社記者陳嘉倫河內報導 在海外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的邁路 刻意要不成為媽媽的努力的過程 我就會越來越想媽媽 譬如說 我以前小時候覺得媽媽很固執 媽媽很倔強 可是其實後來我也發現 我也很固執 我也很倔強 她會不會偷穿你衣服 會 其實不只是這個 我覺得偷穿衣服就算了 她最喜歡用我的梳子 然後 頭髮不拿掉對不對 然後都不親 對 好可惡喔 我媽每一天都在洗衣服 然後可能常常洗兩回 然後洗三回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媽媽妳不要再洗衣服了 那洗衣機 那個洗衣機齁 然後後來我最近發現 因為搬出來了嘛 我有一天到來就洗衣服 我就發現天啊 我怎麼變我媽了 碳排議題逐漸受到國際關注 其中落農業就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荷蘭是世界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 也是歐洲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 這讓荷蘭的海平面更加上升 土地不斷減少 付出沉重的代價 為解決缺地危機 路特丹誕生了全球第一座 蓋在水上的漂浮農場 養了40隻牛 從生產乳製品到銷售 步步貫徹永續精神 一群乳牛平靜的在甲板上吃草 沒有整片碧綠的青青草原 也沒有廣闊無邊的虎方山色 這座蓋在水上三層樓高的漂浮農場 位於荷蘭路特丹 帝帝國荷蘭由於氣候變遷 海平面不斷上升 土地減少 這座漂浮農場在2019年正式營運 隨著潮汐再浮再沉 從危機中找到轉機 所以你看到我們 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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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有沿著氧圓 我們在桌上吸水 我們在樓上淨水 在樓上淨水 在樓上淨水 所以旁邊是我們的項目 這座漂浮農場養了40隻牛 不只生產牛奶優格等乳製品 更靠著先進的農業科技 把牛糞做成有機顆粒肥料 提供農業使用 除此之外 這些牛群正在享用的滿漢全餐 有60%是來自臨近餐飲集團 回收到食物銀行的順時 希望能夠盡可能降低 落農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改善整體惡性循環 因此我們有少量的土地 因此我們有少量的土地 因此我們要看新的活動 因此我們有少量的土地 因此我們開始放在河水 另一件事 我們要在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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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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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榜產地直送 農場從營運到畜牧生產 道道細節 都貫徹了永續循環的精神 這樣的理念 逐漸被世界各地認同 農場創辦人表示 接下來預計再建造 第二個漂浮農場 種植蔬菜 中央社綜合報導 菲律賓受到Omicron 變種病毒侵襲 確診人數自年初以來 急速攀升 首都馬尼拉祭出鐵腕防疫 沒打疫苗的人 不准搭乘大眾運輸 不過這項措施 也引起不少反彈聲浪 反對者認為 當局侵害自由 造成民生不變 菲律賓警察舉著標誌 宣導沒打疫苗不准搭車 非國首都馬尼拉嚴防疫情 祭出交通禁令 搭乘大眾運輸得出示疫苗接種卡 因身體因素不便打疫苗者 則要用相關醫療證明替代 這項政策在非國社會引起反彈 反對者痛批政府違背基本人權 連搭公車都要管 造成民生極大不便 不過非國面對防疫 仍採取強硬態度 會打疫苗在公眾空間遊走者 甚至有可能被拘捕 受到Omicron變種病毒侵襲 非國自今年年初以來 確診人數急速飙升 攀至高點 當局使出鐵腕防疫措施 但也遭來侵害自由的批評 防疫與人權再度成為兩難課題 中央社綜合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 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要來な幾乎 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